大家好,欢迎回到慢生活后院种植 今天,占用大家的时间做一个很私人的事情 前两天突然发现YouTube有一个功能 是at其他频道主 所以突然有一个想法想at老何 因为去年看了老何的频道被拉入了月记坑 看到老何的月记这么漂亮,这么震撼 实在是忍不住,就入了月记坑 今天想作为一个非常私人的视频 at一下老何,叫一下作业 这些月记都是普通的品种 都是从Home Depot或者Lowe's买的 全部都是去年的裸根苗 按照老何的方法,叫水施肥 全部都没有名字,所以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月记 两颗藤本的裸根苗已经在一年的时间里形成了拱门 现在花苞都已经开满了 去年秋天这两颗藤本还得了黑斑病 所以下面的枝条都还没有发出嫩芽 赤裸裸的连叶子都没有 还好今年的花苞也不少 这一颗就让我有点不知所措了 如果有缘老何能够看到这支视频 请帮我指导一下 这一颗本来长得很粗壮 但是因为它长得太大了,挡着了路 所以就把它进行了修剪 修剪了以后反而长出了非常多细小的枝条 根本就做不到通风透气,而且开的花已比正常的要小 这波春花开完以后我不知道要怎么修剪了 感觉剪的越多,发出的细枝条也就越多 花的尺寸也就比原来的更小 如果有缘老何能看到这支视频,能在您的频道中解答一下我的疑惑吗? 虽然现在我的月季都还没有完全盛开 但是基本能够看到从去年的裸根苗到现在一年时间的复花状况 作为跟着老何从新手开始学习种月季的朋友 也许是一个参考 当然我种的并不好 相信有很多看老何频道的花友都种的比我好 今天只是很私人的想发一个视频 给老何叫一下作业 说不定老何看到我的视频会说你种成这样不要说是跟着我学的 开一个玩笑 老何的频道非常的轻松也经常调侃 所以老何不会生气 如果喜欢种月季的朋友 有兴趣种月季的朋友 请一定要去看一下老何的频道 老何的频道没有花里胡哨的技术 只有最实用的种花技巧 希望大家和我一样享受月季盛开的美丽 谢谢大家让我占用您的时间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